中国的政治经济 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我是节目主持人黄娟 中共19届五中全会经历四天会议已经在昨天 也就是10月29号在北京闭幕了 这次会议通过第14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新华社随即发出6000多字的公报 公报中超过10次提到强国的字眼 包括要坚持创新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等等 此外也提出复国强军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并首次提到确保2027年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 至于会前外界高度关注的人事问题并没有任何周末 这次五中全会是在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所召开的 包括武汉肺炎肆虐全球 经济疲软 美中对抗 以及中国与印度 澳洲等区域内国家关系紧张等等 中国官方毫不讳言 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怎么看这次五中全会所透露的信息 今天节目 我们访问台湾践行科技气管系教授严建巴 为我们做进一步观察 严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 五中全会已经在昨天落幕了 我们先来看有关经济规划的部分 新华社在五中全会会后发表的公报中 强调双循环以及科技自立 预计在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那么彭博社非常看好十四五计划 认为这一项规划可能推动中国经济 在十年之内就可以超越美国 老师你怎么看 因为中国这个市场很大 然后他们的政府也很有决心 要做什么应该都没问题 但是才要超越美国 看你怎么超越 如果说是量的超越 那当然是可能 但是值的超量比较重要吧 经济应该还是以值的角度来看 如果就值的来超 那还是差太远 因为他现在一些高科技都被美国封锁了 他没有来源 他怎么去发展 所以大概彭博社的这个分析 我是觉得大概讲对一半而已 那他这个不是说强调这个内循环吗 因为内循环应该是跟美中对抗 美国封锁一些高科技有关 而且还跟这个今年以来所爆发的肺炎疫情是息息相关的 那双循环几乎是成了这一次这个五中全会十四五规划的一个关键词 那么您怎么看这个双循环意思应该是说强调内循环为主是吗 其实这个是有点文字游戏 因为本来内循跟外销这两个 内销跟外销这两个都是结合在一块的 中国他从2011年的 第十二五年计划 现在第十四嘛 所以从第十二到十三都在强调内需 也就是说他已经是 以出口为主 世界工厂 所以他出口很多 他现在需要走内需 所以很早以前就开始喊内需 但是内需就上不来 主要就是因为他都是投资带动需求 是用国家力量去投资一些基础设施 所以他很多资源都被剥夺到这个工部门的这个重大投资 所以民间的需求很弱 但是他觉得需要扩大内需 才能够自主 而且才能够平衡的发展经济 但是这一次是因为 2018年的3月开始 美国对他进行这个经贸 贸易跟这个科技制裁以后 他发现他的外部都被几乎慢慢被封锁 包括我们看印度现在在封锁 他的一些高科技跟一些软体 像TikTok这些的东西 那欧洲日本可能慢慢跟进 包括日本现在很多厂要撤出中国 所以他觉得这个时候也是 推内需是求活路 同时也是一个好机会 但是这种好机会应该是一种被动的 因为他本来想推内需就推不动 可现在没办法 他必须要再 因为他现在外销方面都受阻 受很多的阻碍 包括他的一带一路现在都也是很麻烦 包括很多国家都抗议 抗议这个财政负担 另外就是您刚刚讲的疫情 也是一个让很多一带一路 这个趋缓或甚至停顿的一个原因 所以他现在只好转向内需 就是超知在即 所以这是一个不得不 同时也是刚好借这机会 来扩充内需的一个重要的契机 我刚讲的 他2011年就开始要扩大内需 只是一直做不大来 但是是不是因为这样就做得来 也不容易 因为中国他自己内部的一些限制 包括说我们讲这个经济二元 经济二元就是说 他发达的部门很发达 但是贫穷的部门很贫穷 那发达部门也就是说这些有钱人 他可能还是喜欢买博来品 所以比如说像iPhone 大家都在骂美国 骂美国结果你iPhone一出来 大家都排队 新型的出来大家都排队 那这些有钱人还是会买博来品 可是内部我刚刚讲这个二元经济 就是那个弱势的这些 这个区块的人 根本消费不起 消费不起他可能连国内的制造 他都不一定消费得起 像不久前几个月前 不是李克强 总理李克强讲说 他有六亿人口 一个月才一千块的人民币 也就是还没有脱贫 那你这样的话要促进内需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是 所以这个也就很具体的跟我们说明了 因为在过去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 那么外界一直认为说 中国大陆的人民普遍都富有起来了 大家的生活水准都提高了 所以本来认为说鼓励内需 靠内需来拉动经济生产 这个似乎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 而且中国大陆的经济体也够大 所以这样的一个想法 似乎也非常的合乎逻辑 但是就像刚刚 严建发老师和我们提到了 从2011年开始 中国当局就开始强调要鼓励内需 但显然还是做不到 这个是跟这个国家的人口的 平复的差距过大有关是吗 是 而且更关键就是 它是有国家带动的 这有点像我们在讲说 所谓的强干弱脂 就是你这个主干很强 但是脂液很弱 那这样的话 这个树就长得 只是长得就没办法很茂盛 它的干很强 但是很弱 那一般来讲一棵好的树 一定脂干都要一起平衡发展 它才会长得快 长得大 长得美 那这个问题就是 中国特有的问题 因为它过去很多的成长 包括内需 都是由政府带动的 那政府一看到经济不好 它就拿钱出来扎 那拿钱出来扎 可能就是往政府要的那方向走 那甚至有些还产能过剩 或者产品过剩 但是那些缺资金的 或者缺劳动力的 可能就没办法那么样的幸运 得到这个资源的补充 所以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他们所谓的国进民退 就是国营企业进入市场 但民间企业退出市场 所以它的内部问题 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你要扩大内需 到后来很可能就变成 另外一场的金钱游戏 所以不久前不是王岐山在讲 叫大家不要玩金钱游戏 这个不是无地放食的 就是说因为你现在以国家的名义 说要再去集资 做什么创新的 包括什么绿能 或者农业发展 这些还有软体 其实很好听 可是问题就是说 你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监督机制 然后都是政府的钱 大家知道公家相对是没有效率的 因为它不是个人的钱 是用国家的钱 那这里面就隐藏很多没效率 甚至可能有贪腐的问题 或者重复浪费的问题 是 没错 刚刚严建法老师 我们非常深刻的去分析到 这个关于经济结构 或经济制度本身的一些 比较内在的问题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一次 其实有关于人事的问题 还蛮受到外界的关注 在五中全会召开之前 长期追随中国国家副主席 王岐山的中共中央巡视组 前副部级巡视专员 董红这个人 他又被称作是王岐山的大管家 突然爆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正在被审查的消息 之前还有一个是还蛮有名的 一个房地产商 任志强 那听说也跟王岐山的关系很深厚 结果他呢也遭到重判 那当然是因为他批评了习近平 说他是没有穿衣服的小丑 那所以在这个五中全会召开之前 其实外界对于习王两个人的关系 有很多的揣测 但这一次似乎好像没有看到 任何的一点风吹草动 您怎么看 以这方面分两方面来讲 有人想说 可不可能在这个地方 透露出下一个接班人的可能性 那这本来在事前 一些媒体问我 我会说不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下个接班人设定以后 可能就有骨牌效应 大家会走后门去跟这个新竹 新竹 来接求新竹 投资明天嘛 那他就慢慢搏脚化了 所以看着不大可能 尤其现在他本来就要延任了嘛 国家主席在延任 所以我觉得这不大符合那个整个逻辑 另外就是王岐山的角色 我觉得王岐山的角色应该 以之前这个公布的这个照片 他还在里头嘛 所以应该是有角色 只是说王岐山 习近平修理他的下属 或者他的党羽 不意味着王岐山就一定是站在对立面 因为这些人假如说是批评习近平 然后又犯罪的记录的话 那可能王岐山要自保 他反而是会做事这些人被收拾 他不一定要去护这些人 所以我觉得可能也 很多人说这是跟王岐山这个对立 我觉得好像也不完全是这样子 因为王岐山坦白讲 以中国的这个局面来看 现在大概只有习独尊嘛 那我觉得王大概很早以前 大概就已经 他也不是中央财务委员会的委员 然后他大概就是比较属过渡型的 所以我觉得好像把 因为内幕我们真的不清楚 没有那么多资讯 但是简单的把它归为是 王跟习之间的斗争 我觉得可能言过其实 也就是说你如果站在王岐山的角度来看 那自己的党与部署被整肃 当然挂不住面子 可是如果说他确实是触犯了天条 触犯了天言 这个又有一些证据 那当然王岐山也无法保他 所以也许这个反而是 就是说再度用王岐山 然后让王岐山出现 很可能反而是一种对他一种礼遇 但是呢我们又一直听到一种声音 就是习近平在前几年 废除了国家主席 不得连任的一些相关的规定 所以呢又有一种声音 就是说习近平呢 大概最多做20年 如果是做20年的话 推算一下也应该是在 这一次的五中全会上 应该要设立接班人了 这样的一个声音 一直是会前揣测的一个焦点 甚至有人说为了要摆脱 相关的规定的限制 他甚至从总书记要变成党主席 但这些都没有在这一次的 五中全会上看到一点点端倪 但是习近平的接班问题 难道永远都不解决吗 会不会解决 也许不一定是现在这么急迫 因为现在最急迫是11月3号 美国总统大选 是 因为这个川普上跟拜登上 是光景有点不一样 虽然他们都是 现在说美国这个反中是两党共识 可是做法不一样 对 而且如果照民间的这种传言说 拜登跟习近平有一些瓜葛的话 但是这传言不管是真是假 至少他儿子的事情应该不会太假 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完全没有关系 没有或者不认识的 所以可能会有一个给大家一个想象空间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习近平他不需要去处理这么敏感的问题 现在他能够保住中国目前的气势 或者说保住他自己的位置 可能更根本 对他来讲 现在郎外嘛 要先安内 所以安内状况下 他不可能再做一些 跟安定内部无关或者有害的事情 那你去立一个储君 那不是等于宣告自己要退下来的 所以我觉得不大可能 就目前这个节骨炎 以后我们就不敢说了 是 那我们也注意到在五中全会之前呢 当局突然公布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 那这个条例呢 涉及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领导体制 领导职权 领导方式 还有决策部署等等内容 你怎么看 为什么会在这个五中全会之前 突然公布这个工作条例 他到底传达了什么信息 这个可能因为更多细节的讯息 我们还没抓到 不敢乱断言 但是我想他现在可能比较关切 还是党的纪律的问题 干部的忠诚度嘛 因为现在可以说内优外患 所以内优就是他的经济下滑 房地产泡沫化 即将泡沫化 股市也是很不好 一直跌 然后人民币贬值 再加上不久前这个洪水 还有疫情的折腾 那现在粮食都出了问题了 他处理他内部的问题 包括像香港嘛 新疆西藏内蒙 都一塌糊涂嘛 那再往外看 有所谓的五眼联盟 还有这个所谓的可能 即将出现的这个亚洲版的北约 对北约 那你看周边的国家 他一带一路几乎很多 跟他反目成仇了 你像以前菲律宾对他的满功敬 现在也开始呛他了 越南也是 所以在内优外患状况下 他现在担心的是 反而是政权的稳定的问题 那政权稳定主要还是跟 他的整个官僚体系吧 也就这些从政的这些 这些人对他的忠诚度 士气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 把重心放这里 应该也是跟这个有关 只是说 因为资讯太有限了 也不敢乱断言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跟维稳 维稳有关 维稳 他不一定只是压抑 这些反抗的人民 他内部官僚体系 干部的这个忠诚度 就是稳定在很重要 这一块也是他维稳的对象 的确是 好 听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这样看中国》 今天为您访问的是 台湾建行科技大学 气管系教授 严建发先生 严老师刚刚和我们就 中共第十九届五中全会 做了一个初步的讨论 我是黄娟 我们在这先休息一下 待会回到节目当中 我们再来继续就 这次五中全会的其他的相关议题 为大家做进一步讨论 稍待一会儿 马上回来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这样看中国》 我是节目主持人黄娟 继续为您访问的 仍然是台湾建行科技大学 气管系教授严建发先生 教授我们再来看这个 五中全会结束之后 新华社所发表的公报 在这个公报上呢 有一点还蛮特别的 就是他第一次提到了 要在2027年实现这个 建军百年的奋斗目标 这应该是第一次 把建军的目标 写到五中全会党的公报内容里面 然后有专家说不排除 2027年也是习近平为了武统台湾提出的时间表 可是也有专家学者表示 在党的政治公报中 首次为达到建军目标来定下时间表 其实是一种政治动作 是一种政治宣传手法 那主要的目的还是要借此来 移转内部的焦点 你怎么看呢 2027建军 如果说2027是建军的目标年的话 那打台湾不可能那一年嘛 对不对 因为那一年才建好军嘛 如果这么说 而且我想他会提建军 可能是因为跟过去这一年来 美国以及他的盟友对中国的进行 这个军事包围有关 我们看到在不管在东海南海台海印度洋 美国以及他的盟友 甚至现在连法国 法国都进来了 法国都跟印度还有澳大利亚都结盟 那这个动作很清楚 他的假想力一定是中国 所以可能因为这样的关系 再加上他有很多高科技 军事高科技都被美国控制住 所以他已经要发展属于 这方面的这个自主研发 所以他要把这个建军拉高 写在这个公报上 可能就是又借着这个机会 来提升他国防工业的这个实力 我觉得他谈一个概念 他是目的是要把这个东西拉上来 那至于能不能建军进多久 我觉得这可能不一定是那一年 那我觉得对他来讲 还是一种提振士气 把资源跟焦点集中在这个点上的重要性 所以从这地方看来 就是说他现在可能感受到 这些周边国家对他的包围 更严重的是军事包围 你说外交包围 那可以靠金钱支票外交来突破 那经济封锁 坦白讲 现在要做经济封锁也很困难 他跟很多国家也都会往来 他顶多就说我经济不要发展太高层次 不要发展太精密 可是一般的民生用品 那他还是很强的 对 他很担心就是军事 因为最终国际竞争 最终权力斗争就是在军事 你军事被打垮了 你其他方面就很难完成 最后还是靠军事来做一个 所谓的斗争最后一个决定性因素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的十四五计划 就已经没有提到经济成长的目标了 那在今年的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上 连这个全年的经济成长的目标 也没提出来 那现在如果你还是像跟过去一样 投注那么多的资源和经费 在军事发展上 这个国防的预算 每一年都是两位数字这么多 那这个跟他要提振经济发展 会不会产生一种冲突呢 当然会 因为资源总是固定的 有限的 就看他怎么去调配 但是他现在 他觉得生存最重要 还是不受制于人家的武力威胁 生存最重要还是这一点 这个如果没有的话 其他也就是他们以前所讲的 勒紧裤带 勒紧裤带要发展格物 但是为了生存 为了保障安全 所以无论如何 经济跟安全最重要的 还是安全 经济也是服务安全的 所以可以感觉到 他现在已经到了一个 蛮紧迫感的时期 因为美国从来没有这么样军事力量 这么针对性的对他 集结在亚太 其实在印太这一带 所以他大概也感到一种压迫 所以反过来讲就是说 他想打台湾更困难了 因为台湾已经不是台湾单独一个因素 他是所有这些周边这些国家的一个 共同利益在这里 台湾这个岛不是只有属于台湾人的 所以安全上不是属于台湾人的 是属于区域的 台湾在第一岛链上 如果说台湾被中国拿去了 那你在日本韩国怎么玩下去呢 这台湾海峡是他的生命线 那美国也只好撤出亚太 因为这么重要的地点都被攻下来 东南亚那更不用说了 那全部都要扣头了 本来台湾一直都没有属于中国 哪一刻哪一分我们被他投资过 没有 也不曾跟他缴税 所以这个斗争长期的 而且以前我们还有古灵头大节 发展炮战的胜利 所以我觉得那些都是 只是一个动员 他内部士气的空话 所以这话还是要比 比试还是要看真正的武力 是提到台湾 那这一两年 特别是今年以来 共军不断的飞越海峡中心 然后绕台 这些动作非常的多 那在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公报上 我们先来看港澳的部分 只有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这几个字 那么以前所提到的改善民生 推进民主这几个字已经完全消失了 那关于台湾呢 讲的就更少了 也只有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和祖国统一这一句 他就一直是拿统一这个大帽子 想要来扣台湾 那就像您刚刚讲的 如果台湾涉及到这么多国家的利益 他可以轻率动武吗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他这么多的军事动作 也是这样 就是说因为他这个公报是为了 五中全会写的嘛 那五中全会对他来讲 最重要还是有关第十四个五年计划 所以其他的都是边缘的 那写一篇公报他的字有限嘛 他现在不可能花太多力气去谈两岸关系 那不是很快吗 这是我们因为外界对他有期待 所以我们会这样去读 发现没有哪些字出来 会不会代表他没有这个政策或者改变 统一他还是在他的这个agenda里头 只是说因为他是写这个报告是 只要放在这十四五计划嘛 所以他不会提过多的这个文字 是我想最后再请严建发教授来和我们看一下 因为这段的提法也蛮新的 就是五中全会的公告 最后还承诺要积极营造外部环境 然后推动建构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的命运共同体 这样的表述其实也还蛮特别的 你怎么看 我想他可能会他知道美国 美国这个共和民主两党 已经反重的结构已经出来了 那即便拜登上来恐怕也很难说不够强硬 因为你不强硬的话 大家就怀疑你拜登跟习近平是不是有 有金钱上的挂钩 所以他也会很紧 所以他大概会把美国跳过 去发展美国以外的关系 而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开放政策变成是他有利的武器 开放 开放政策 开放经济 因为他很多还没开放 他加入WTO是以开发中国家的身份进来 他很多该开放的没有开放 所以他索罗上还握有一些筹码 包括金融高科技的开放 他可以先说开放 然后让你进来以后 他再慢慢把你关起来 就是跟以前的说法一样 一样 一样 先给你一个馅饼在前面 而且你要知道 他的社会路障很多 我们台湾是台湾或者美国社会是 你只要登堂你几乎可以入市 对 在中国你登堂你不能入市 所以你进了院子里头你要登堂就很困难 更何况要入市更困难 所以他很多的社会的路障 政治的路障 在那个地方 他打开你还是只能进去 这边还是被孤立在某个角落 所以他也不大怕 而且他现在的经济的实力已经上来了 所以尤其他的中产阶级也是量很大 量体很大 所以他大概也不大怕 而且他现在也没路可走 因为他现在只用开放 再去用经济诱因来吸引其他国家的人 来跟他交往 有点类似所谓的乡村包围都市 你把美国孤立起来 比如说对日本 他一定会更多开放 虽然日本人对中国不信任度越来越高 可是没用 你对商人来讲 他嗅到余兴会他就过去了 所以你只要开放他们就过去了 所以包括现在日本也没有排除说跟中国在很多经济上的合作 印度也是一样 印度他当然经贸有矛盾 可是如果中国愿意开放一个什么东西出来 我相信印度也会有点小小的转头 其他国家也是一样 所以尤其他又是极权统治 极权统治就是说他这个党的资源是多到不可想象的 他使用资源是不需要被这个广泛民意监督了 他自己的监督机制 可是他自己人自己把关 所以他的弹性灵活度非常大 他的量体非常大 这个可能是一般民主国家 可能连美国都没法跟他抗争的地方 是 刚刚严教授来和我们就这个 未来可能面对美中对抗这样的一个恶劣的国际形势 但是中国还是可以用经济开放作为诱饵来打开一条生路 跟其他的国家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那么未来如何发展还有待我们进一步观察了 今天节目非常谢谢台湾践行科技大学气管系教授 严建发先生 为我们就刚刚落幕的五中全会 全面的观察了中国大陆现在的经济政治形势 好 今天节目非常感谢严建发教授 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您 谢谢 好的 听众朋友 今天的这样看中国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 谢谢您的收听 我是黄娟 再会